欢迎收听《义士挟军》第376回 情报果然严重有误,直接导致了前来的大总管身亡,甚至呢,陪伴自己多年的随身配件也尝了铁水。 命无情回到顿氏先公,不被公主狂骂一顿,那才叫怪了呢。 不过鱼一半的司业实在是该死啊,听听他说的那些话,哪里有至尊之上高手的气度,就算是流氓混混也不会下作到这种地步,老夫都有些鄙视他呀。 紫金红哼了一声接着说,现在老小子被烧了,说实话吧,老夫定然隐隐的有些大快人心的感觉,烧得好。 还有呢,风绝勤说的也不错,他只剩下一半了,活着呀,也没有多大意思了。 紫星说的是,那另外的计划可要变更啊。 这倒不用,自始至终,这位风前辈也只是君家的靠山,始终是人类,他可没有提到过天伐森林。 所以该怎么办,还是要怎么办,就算他真的在乎天伐,但毕竟是当时没有说过呀。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推卸个干净,就说不知道,那有什么呀? 看在夺天之战的份上,想必他也不会如此的为难咱们。 再说,那个时候沐已成舟,就算是发怒也是无济于事,他自然如何了得,能凭预己之力对抗整个一族吗? 哼,大局上还不是要靠咱们吗? 紫星红慢慢地说道,嘴角呢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。 说不知啊,君墨洁当时想说的,但是痛苦的他呀,已经说不下去了。 既然如此,那我们先将在天乡这边放一放,集中力量到天伐吧,大可先将虎王和雄王击杀了再说。 萧卫成呢,狠狠地攥了攥拳头。 虎王和雄王今天受伤不清,由此强缘为助,应该啊,会休养几天才会上路的。 我们啊,正可从容不止,他们两个呀,不似梅尊者与蛇王由神兵傍身,相信更易得手。 紫星红眼中金光一闪,哎,对了,君墨鞋那个家伙,不是一直都说要去东方世家吗? 没尊者,恋奸情热,恐怕也会跟着去,到了那个时候,才是我们最大的机会。 不过,要注意啊,千万不要动了那君墨鞋,一定得留着他,恐怕还能跟那黑袍人讲讲条件的。 另外,要加大力度对君家的监视,若是有必要的话,不妨拿些君家人来。 肖卫诚听得眉飞色无忍不住插嘴,你找死啊。 那风绝情很明显就是常驻君家的,要知道炼丹这种事情啊,总会寻觅个固定的地方才合适。 而君家的贵族堂这段时间一个劲的拍卖那些神异的药单,数量吓死人啊,分明呢,就是这老怪物炼制的。 这就说明了那老怪物始终在君家从未离开,去绑架君家人。 哼,哎呀,真亏你这位至尊金城的三猪王座想得出来这般送死的主意啊。 肖卫诚一头冷汗,一想才明白了,君家果然是不能动的。 其实嘛,我看,我们倒莫不如派人调动大笔的钱财,以及我们历年来搜集到的灵药,那老怪物虽然说手荡高明,神通造化,却仍是关心夺天之战的。 只要我们按照贵族堂的规矩来正常的镜头,又或是诚心求助,那老怪物未必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吧。 或是能帮我们也炼制一些药丹。 嗯,咨询所言甚是,只要我们能够顺着那老家伙来,相信啊,一切问题也都能够迎刃而解。 至于兽王那边,也不可放松啊,立即着手派人过去监视君家路口,若是虎王和雄王出来,立即报告我们,等他们出了天香五百里,马上展开结计。 若是离得近了,一旦让他们突围成功,逃回天香京下来,那可就糟糕透顶了。 说得对,萧卫成沉思了一下接着说,不过,我们也要派几个人去城门,或者快马加鞭散在天南路上,以备万无一失。 嗯,既然如此,我们抓紧行动,这次虽险,但索性啊,没有伤筋动骨,我们的实力还是比较完整的,纵然有几个人有伤,却无伤大雅。 顿时仙宫这些人,既然群龙无首,但也可以稍加规整,毕竟,这股力量也不小嘛。 萧卫成心领神会的笑了起来,我们再说君莫邪,心神一泻,历遭强猛反噬。 神智啊,瞬间迷糊了,瞬间嗖的一声被吸进了红军塔,感觉到啊,自己就像是在油锅里炸了五百遍,然后又被拔舌温馨一万次那般的疼痛啊。 在吸入到了红军塔的那一刻,君莫邪就彻底的失去了所有的意识。 昏迷之中呢,君莫邪的脸上身上蹊跷之中呢,慢慢的渗出了一丝丝的鲜血,身上的那些黑袍还罩在身上,慢慢的诡异的鼓起,突然砰的一声啊,炸的粉碎。 连最外层的宽大的外袍都因极度的膨胀而碎裂了,其他的衣物又何能幸免呢? 于是君莫邪又一次上演县制版赤裸裸。 浓郁到了极点的白雾,犹如实质一般的带着丝状的鲜血,从君莫邪完全赤裸的周身各处喷悬一般的喷了出来,良久方止啊。 他那浴血的肉身,游自在痛苦的抽动着,抽气着,扭曲着,似乎呢,全身的经络呀,也在不停的移动着。 这一次的借用力量实在是太大了,远远超乎了君莫邪所能够附和的最大的限度,对身体的伤损自然也是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,乃至最后的那一刻呀,若不是红军塔突然自发的将它吸了进来,恐怕呢,君莫邪现在已经是爆炸成了漫天的血雾。 一会儿之后,红军塔中浓郁的天地灵气蜂拥而至,向着君莫邪躺在地上的躯体呢,疯狂的涌了进去,从身体的每一个地方,五官之中,身体的每一个汗毛孔中无孔不入的狂涌了进去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君莫邪啊,终于抽动了一下手指,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啊,他艰难的四处的打量了一下,终于喃喃的说, 干嘛的,原来老子没死,好彩,真是好彩啊。 感情亲大少爷啊,自己也知道这一次必死无疑了,这次玩的有点大。 采鱼回过神来,立刻感觉到一阵的头痛欲裂,就像有一只顽皮的猴子在自己的脑腔子里边来回的蹦。 太阳穴上呢,两条轻轻疯狂的跳动,如同跳绳一般,浑身上下只要是关节处啊,活四呢,有一万根钢针在扎着。 最要命的是,连小弟弟也凑去一般的摇来摆去的抽着疼啊,疼着他呀,把所有能想到的脏话全都骂了一遍。 就在他嘴巴不停运动的这段时间里边,红军塔的灵气啊,并没有因为这家伙口舌太毒而停止对他的修复,依然呢,是尽职尽责。 直到突然,嗯?怎么不疼啊? 嘿,古有关云长,夏维奇刮骨疗毒,面不改色。 今有君大少滔滔怒骂,抵抗地狱十八层酷刑。 看来少爷我呀,也应该成为一个不朽的传说。 君墨鞋有些沾沾自喜,只可惜啊,不能说出去,否则的话,这世界的民风定然会因此而改变了。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,创新网荣誉出品。 只要我君墨鞋还有一口气在,不要说是三大圣地,就算是天上的神仙,也休想伤害我的亲人们,至少应该跨越过我的尸体。 君墨鞋咬着牙,缓缓地在体内运行了开天造化工。 这一提气啊,才知道,丹田内呢,竟是空荡荡的,连一点内息也没有了。 呵,真牛啊,居然一点也没给我留,可真是玩死我了,多少留点滋润一下啊。 君墨鞋吞了口唾沫,闭上了眼睛,开始全力的运功恢复。 他却不知道啊,若不是前一段时间他发了风势的练单练功,这一次呢,他根本连融合借用也是做不到的。 逐渐的,以极为缓慢的速度,以破损严重的经脉里边,一丝一丝的能量,油丝一般的抽离了出来,慢慢的重新汇聚到了完全干枯的丹田。 然后君墨鞋小心的控制着这一头发丝式的点滴的灵力,小心翼翼的呢,在体内运行了一个周天。 一个周天下来,精神呢,竟是莫名的一阵,接着啊,又开始第二个周天的运行。 当他运行到第九个周天的时候,通然呢,轰的一声,身体各处经脉里边,肌肉里,筋络里,骨骼里,到处都散出了最精纯的能量,加入到了灵力之中。 在经脉中,流动的气流也是越来越强大,每一圈过后都要比上一圈的粗壮不少。 与此同时呢,体外的天地灵气也发出了嗖嗖的声音,潮水一般的通过了他的身体疯狂的注入,迅速的化作能量了,转化入经脉之中,进而呢,回归丹田。 一周天之后啊,竟都化作了最精纯的灵力了。 君墨鞋,此刻呀,有意无意之间,进入到了物我两望的超然境界之中。 他只知道一味的疯狂的运转,疯狂的索取。 随着他经脉内,气流的不断的壮大,身体呢,对红军塔的灵气的吸收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。 浓郁的天地灵气啊,无穷无尽的在红军塔内部产生,然后呢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化作了一道道乳白色的气流。 从君墨鞋的全身的毛孔中一钻而入,红军塔是何等的存在啊? 任君墨鞋如何的索取,始终都能供应得上,而且呢,貌似很轻易。 君墨鞋这一次死里逃生,丹田彻底的干忽,尽是清洁溜溜,空空荡荡,竟让啊,一向胆大包天的鞋军啊,心中也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。 所以君墨鞋,竟今不知疲倦的运行着开天造化工,一次又一次,一圈又一圈,他丝毫没有察觉到,自己经脉中的气流,慢慢的转变成第三层的银色的细线。 然后,这细线呢,继续随着玄宫的运行,而慢慢增长壮大着。 现在的银线呢,已经超越了君墨鞋之前全盛时期的状态,竟还在呢继续增长之中。 若是君墨鞋展开内饰的话,定然会发现,自己的经脉竟也开始啊,被银线撑得膨胀了起来。 同时呢,君墨鞋的额头上,慢慢的开始出现了一团啊,虚虚的光影,逐渐的越来越是清晰。 一个七彩玲珑的塔式物体出现在了他的额头前面,就像是啊,凌空悬挂了一件小小的事件。 塔状的额饰啊,逐渐的清晰了起来,慢慢的凝成了食物一般。 在君墨鞋的额头上,是滴溜溜的旋转了,每一次旋转都不惜的散发着万道的霞光啊,犹如雨后彩虹,在这一刻都在这里集中。 当然啦,这一切君墨鞋自己呢,竟是完全不知道的。 现在的他,正如同呢,一头饿了三百年的饿死鬼,突然见到了一堆馒头一般,疯狂的吸收着天地灵气,没有止境的吸收,永远也不满足的吸收,就算撑死了,也还是要吸收的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,额头上的那尊小塔形状的东西啊,慢慢的停止了旋转了,静止在了君墨鞋的额头三分的距离啊,终于到了极限了。 君墨鞋感觉到自己吸收的天地灵气越来越慢,似乎呢,已经完全不再增长了,而同时啊,周身疼痛欲裂,头脑中也似乎突然塞进了一大团的棉花,鼓鼓囊囊的似乎一按啊,就会是一个坑。 就在这个时候,他的经脉中的开天造化工,突然停止了运行啊,完全的静止不动,无论他如何的催动内息,都呢,没有办法让开天造化工的气流再动,哪怕那么一分一毫啊。 这是怎么回事? 君墨鞋纳闷的皱了皱眉头,正要运工内饰,检查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, 突然呢,毫无预兆的轰闭一声,君墨鞋的经脉中,丹田内所有的气流突然爆炸了一般的相似胶积压,瞬间突破了经脉的所有的限制,银色的气流化作了一粒粒微小的银亮的点滴的粉尘,是突然消失了。 君墨鞋惊害莫名啊,突然,自己的脑海中也同样的来了一次这样的爆炸。 君墨鞋口鼻中同时啊,呛出了鲜血。 经脉呢,也如同碎成的千万片一般的剧烈的疼痛,走吧,难道我走火入魔成了废人了吧? 刚刚这么想,君墨鞋还来不及悲观的,却发现了自己的经脉明明还是好好的正在大惑不解, 突然发现经脉中心莫名的出现了一些啊,淡金色的雾气,然后啊,这种淡金色的雾气呢,越来越浓,逐渐的堵塞了经脉的流通,又是轰的一声啊。 轰的君墨鞋,那叫一个头晕目悬啊,急忙再度的运功内饰。 这才发现,经脉里边呢,刚刚出现的淡金色的雾气,突然,云开雾散一般,消失得无影无踪,取而代之的,则是一条细细的金色的细线,就像是一道啊,黄金水流,在自己的经脉中呢,欢快的游动着。 君墨鞋可以清晰的感觉到,这些黄金色的水流中啊,运含的异常庞大的力量,跟自己之前的程度相比呢,根本就是完全不可同人而语。 如果说,原本的第三层灵力银线,能够掉起一百斤,那么,这一颗的金线,就能够掉起一座小山丘,起码也是掉一吨,甚至是十吨。 这根本就是天翻地覆一般的恐怖的变化啊。 怎么,难道我,又突破了吗? 君墨鞋这个念头刚刚闪现,突然的头脑中,又是一阵山摇地动一般的动荡。 只觉得自己额头前泼了一声,似乎是什么东西破裂了。 君墨鞋当然不知道,这一声轻响,那是他额头前天地灵气形成的那个古怪的小塔啊,突然爆裂,化作了一片的七彩缤纷的气流。 从他的百会穴中,嗖的钻进了他的头颅。 然后啊,君墨鞋就赶到了整个红军塔轰轰的摇荡了起来,就像是地震,本来是躺在地上的,竟然被抛起了老高。 幸亏是脸朝上,要是脸朝下啊,那就要和大地亲密接触了。 虽然是在红军塔的内部。 我靠! 君墨鞋摆忙中一个翻身站好了,总算是呢,避免了摔一个狗吃屎的狼狈。 心中呢,孩子嘀咕,这是怎么了? 刚睁开眼睛啊,突然眼前一亮,张大的嘴巴都说不出话来了,在自己的面前呢,约有十来掌处。 原本乃是一片空蒙蒙一般的塔壁,但是现在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乃是一扇门。 君墨鞋没有探错,就是一扇门,一扇张开了的七彩之门。 红军塔的第四层竟真的在这个时候突破了。 预计后事如何?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意识邪经》第377回。